看完第三集的《民間智慧》之後 很多人來問我 他們問到底那個醫生在哪裡 怎麼聯絡呢 先不要緊張 看完這條片 第一 原來這個世界很多人就敢病 不敢說 又沒有經驗自己暗底 幸好的就遇到一個好的醫生 不好的就遇到一個黃綠 被他騙了錢之餘 連命都被他騙了 我拍這個《民間智慧》系列視頻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可以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 和一些朋友的實實在在的個案 來和大家分享 讓大家可以多一個選擇 和多一個參考 第二 民間其實隱藏著很多不同的智慧 是一個很大的寶藏 問題是你懂不懂得去挖掘他 是 他是沒有那些 什麼檢測數據 也沒有一些你看不明白的圖表 但是他有的 是常理和經驗 好像一些疾病一樣 你只要明白他的成因 明白他的過程 然後能夠對症下藥的話 你根本不用怕他 原來用很少錢就可以把問題解決 第三 二十年前 當我結束了馬來西亞的叉燒店生意的時間 我就 帶著五千元回香港 又未找到工作 都不知道要撕多久 一定要省著洗 所以牙齒已經足足痛了半個月 只能夠買止痛藥來吃 有一天就在佐倫道那裡 準備就坐車回去大陸 不行 真的痛得太緊要了 不理那麼多了 隨便找一間牙醫舖 種進去看吧 醫生就不斷拿著歐仔 撩你的牙 哪一隻呀 這劇 不是不是不是 是整地那一劇 然後賤人就不斷拿著歐仔 不斷撥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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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 為了永遠懷念這個經歷 所以我到今天 我都沒有傷了一隻牙 這個過程裏面 令到我明白 什麼叫做人生最大的痛苦 不是沒有了女朋友 也不是沒有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有一個大好的家庭 有一份好的職業 奉公守法 但是 突然之間病了 跟著 看醫生又看了錢 借又借光 賣又賣光 幸好的 還有一些子女來支持一下 如果不幸運的話 老婆也會賣光 原來這才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這班才是最值得我們支持的 弱勢社群 我一直深信這個世界是美好的 不會是 個個都像那個死鬼牙醫一樣 那麼賤的 一定會有一班善心的人士 是 我是沒有錢的 但是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來幫助這班有需要的人 醫療絕對不是只有一個方法 一定會有一些 廉價一些 可行實用的解決方案 是啊 未必一定可以的 但是都比坐在那裡等死的 這就是我為什麼去拍 《民間智慧》這個系列視頻的 第三個原因 第四 我不是醫生 我只是將一些病情的經歷 真真實實地反映 和它的前因後果如何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多一個經驗 多一個參考 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 同樣的病徵不是代表同一個方法可以解決 所以 所有的決定是你自己 和我無關 不是個好心如雷劈 同意這件事才繼續看下去 拜託 第五 其實十五年前 我條頸 就一直這樣拉著拉著痛 有個朋友 就已經介紹我去做個小心刀 但是整年都沒有用 一樣是這樣痛 結果我終於是用第三集的方法 用一個枕頭來塞著頸 這樣去睡 每晚轉多幾個姿勢 終於好起來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很危險 因為你 拿一支針 不斷刺進你的頸 全部是神經線 萬一刺錯了 那你怎麼搞 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做 這次 如果我知道它是小針刀 我都不去做 我以為是針灸而已 講好的朋友 其實就可以去國內的中醫院 找他的針灸科 他都應該有小針刀 這些東西 不過 建議大家 請我花多少錢 掛過主任醫生號 因為這些始終我自己認為 都是一些高危的東西 新仔 這次我是在馬來西亞這裡做的 在吉隆坡坐車進去的診所 都大概要一個半到兩個小時 地址我就不知道 但是大家可以打這個電話給我 快一點 你這麼心急 先聽下去吧 首先 我不是醫堂 我亦都不要賺這個錢 我亦都叫了我朋友 特別跟醫生說過 不要因為出了名 就立戀這麼收費 因為能夠幫到人 是一個復費 交底給大家 我上次去做 用了不超過馬幣 一百分 一次 就好了 如果你認為親神龍場 這影片對你或你的朋友有幫助 不妨轉發分享和訂閱 祝大家身體健康 事事順利 家庭幸福 拜拜 一定告訴你 放心吧 閃閃閃閃閃閃閃 留意下一集 留意下一集 我會和你分享 我怎樣一毫子都不用 就搞定遺孫道